那你覺得收到最棒的禮物三樣有什麼? 我覺得珠寶飾品 反正你就是一個提花的人這樣 來 我們再來感受一下 長方形 長方形 情趣用品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今天呢很高興啊 我沒有接受到捷琳的邀請啦 除了上次的穿搭之鬼呢有參加之外呢 這次竟然又收到了聖誕節的邀請 看感覺 今天呢 我的助理告訴我說 我們收到的是阿達哥的禮物 其實呢我跟阿達哥應該是不認識 然後我們也沒有見過面 初次就要被人家送禮物有點害羞啦 你覺得聖誕節收到最雷的交換禮物是什麼啊? 你講三個 你這樣問感覺 我有點害怕 我怕會不會是跟我收到那個衣服的臉是一樣的 聖誕節最怕收到的三個東西喔 第一個應該是馬克杯 就是家裡已經很多杯子 就跟其他的並沒有match在一起 然後就覺得說阿馬克杯到底要幹嘛用呢 我覺得第二個就是沒有用的東西 這個太廣喔 譬如說 什麼東西是沒有用的 馬克杯 譬如說一本非常有智慧的書 或者是三角錐那種 三角鐵 喔 三角鐵 對不起 第三個 保險套喔 保險套很實用 我已經都不戴了 屁啦 我從來 我跟你講 我從來絕對戴 第三個 我想到了 我覺得需要我組裝的東西 我會很辛苦 之前我有一個粉絲 他在我生日的時候送我一個 是要拼的東西 就會有點傷心 但如果他是已經拼好的 還框好的送給我的話 我就會覺得很棒棒 那你覺得收到最棒的禮物三樣有什麼 我覺得珠寶飾品 反正你就是一個提花的人這樣 沒有啊 我是說能帶在身上的東西 好 Anyway啦 但是就是女生會喜歡的嘛 第二個 有用的東西 譬如說像我啦 滑鼠啊 麥克風啊 鍵盤啊 雖然是有邏輯拔拔 就是你有用的東西 實用性非常的重要 然後第三個 自己做的東西 譬如說你做了一本相簿啊 就是喔 這是我們的ear book 你打開就有一些你們的 一些照片啊 上面寫一些話啊 我超吃這個的 那朋友就有情侶會做嗎 不會啊 朋友也會做啊 譬如說我今天抽到捷領好了 我可以剪貼他 就歷年來的一些 歷年 可能近三年 近五年的東西 我覺得也是很溫馨 花圈啊 我的花圈是聖誕花圈 並不是那種 廚師的花圈好嗎 或是一些裝飾品 來 把我小數拿來 喔 沒錯 金錢樹 賺大錢 開心 他從很小一顆就養到現在了 他已經養很久了 而且他長出新鴨了 基本上現在的年輕人呢 時尚者呢 家裡一定都會放 所以我覺得送這個也是很開心 因為就是可以 就是你朋友的友誼啊 男女朋友之間啊 家人之間呢 都是一個非常好 就至少是實用的裝飾品 喔 當然他還有一個朋友 他們就是 我就幫他們配對是這樣 有一個小裝飾品 加一隻小老鼠陪伴著他 你不覺得很實用嗎 阿菜 你覺得阿達哥 交換禮物會準備什麼給你 我覺得阿達哥這麼有Sense的人 交換禮物應該會送我一個包包吧 哈哈哈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開箱 阿達哥的話 他有準備三個禮物給你 這麼好 唉唷 就是你如果配了一個包包 你就需要一個高跟鞋 或是需要一個漂亮的鞋子 然後或者是需要一個 來 你眼睛閉起來 好 幹 但是我聽到這個聲音 我已經覺得 為什麼會有KIDDING KONGRONG的聲音 這個中空桿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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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要組裝 我要再開眼睛了 這不是我 我現在要把它打開囉 它是沒開通過的嗎 我以為這個是C嗎 你以為它只是盒子裡面 其實放別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給我這種希望 好開心喔 我跟你講 我人生 不是我不喜歡 是我人生沒有這個細胞 有關於拼圖 組裝 任何這一類的東西 我覺得我非常爛 這是天生我與生俱來的瑕疵 它送我真的是因為太高過我的智商嗎 沒有 因為它覺得你是遊戲王 那我覺得有意義可以 不過我不會自己拼 來 你要證明自己是真正的遊戲王 蛤 那我就沒有辦法成為真正的遊戲王了呀 我幫你拼 在你講完那兩個字講的 可以給你 真的假的 我幫我敲一個位子給他 來 我只是說說不定 你們不要這麼認真好不好 來 這邊會開始拼這個東西 因為阿達都覺得我是遊戲王 所以選了這個東西給我 還是我們現在是一廂情願 我就是那種被渣男拋棄 還一直講他好話的感覺 怎麼辦 好 第二樣 來囉 來囉 摸摸看 欸 拉起來 有重量 欸 它有點冰欸 我這樣摸到感覺 這個應該是冷凍的東西 有可能是食物 然後加上它的重量 有可能是譬如說 湯類啊 或是 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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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是沒有那麼喜歡和牛啦 我要睜開眼睛囉 喔 可以開 喔 我喜歡 感覺是健康餐的那一種 喔 這個是他出的東西嗎 我覺得 來 意義來了 我們剛剛的故事 阿達哥覺得我是遊戲王 阿你怎麼沒有在拚 哈哈哈 是 要找一下 喔 好 你慢慢喔 他覺得我聖誕節可能在家 打遊戲 一個人的時候 或有在健身 所以呢 他選擇這個個人料理送給我 他在嘲諷我是單身狗嗎 要趁妳很獨立 喔 獨立自主的遊戲王 有故事性 我喜歡 我們根本收妹吧 來 民眾 好 讓我開 除此之外啊 他很貼心喔 怕我不會煮 上面還有這個 三杯雞左杏包菇 左杏是誰 左杏 他上面還有就是告訴你說要怎麼做啊 怎麼調味喔 而且喔 連圖都有印出來給你看耶 還有很多不同的醬料 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是大阪燒的 讓我們現在不能出國喔 也可以有生在國外的感覺 太有心了 有肉類 這是肉類 有培根 有雞肉 然後有魚 就讓我們這個海陸三鮮通通都有 故事還沒結束喔 我現在根本就是天菜說書人 這個橋底下都是我的家 好 你們還沒拚一個書人 好 這個故事繼續下去喔 天菜是遊戲王 在家打遊戲的時候 褲子餓就可以煮我們這個褲褲子來吃 男生有時候就問說 啊你想吃什麼啊 嘴邊啊都可以 那我們吃牛肉好了 其實我不吃牛 你都不知道嗎 Oh my god你不懂我 那吃魚嗎 你不是有對海鮮過敏嗎 欸不同的女生喔 有不同的醬頭 沒關係 就這三種裡面 你總會種一種 你是可以吃的吧 好來我們第三樣禮物 來我們再來感受一下 長方形 長方形 情趣用品 那我要聯想一下這個故事 這個就應該是真正今天的主軸禮物了 沒關係我們把它打開來聯想一下 嘿 我要開囉 為什麼這麼美 我看一下因為我看不懂這裡面是什麼東西 我把它都拿出來好了 等等 它裡面有暗藏玄機 不知道什麼東西 非常感謝您的訂購 希望擂茶DIY組 用DIY 可以陪你度過愉快的時光 它有心去訂購 這個天菜非常需要愉快的時光 雖然我還不知道這什麼 喔 我喜歡這個有文化的 這個什麼 胡光春 喔還有明信片欸 好漂亮喔 欸這個是一個地方可以去旅遊可以露營欸 喔這是它那邊的東西欸 喔這個是茶 然後它有茶粉 這個很棒欸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我等一下來講這個故事的連結啦 我們先把這個打開了 就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它有這個粉 然後呢有綠茶 有糖 然後有芝麻 然後你放進去 你就可以自己這樣倒啊倒倒啊倒 然後把它放在茶裡面這樣喝下去 OK 觀眾們我幫你們串合一下這個故事 阿菜是遊戲王 很常在家打遊戲 有時候也不要忘記了 你千萬不要餓肚子 要填飽肚子 然後達哥覺得說台灣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有時候也要多去戶外走走 去看一些台灣的文化 好感人喔 這故事怎麼樣 給過吧觀眾 所以你想想知道達哥真正的想法 他有說嗎 有卡片 欸我超級喜歡卡片 因為我覺得現在手寫卡片就是很少了 還是金色的喔 第二天太 沒想到第一次合作 就如此的赤裸 真的很赤裸 因為我們兩個不認識 然後他就送我東西 想了很久 從千年積木 到現在這份相當具有台式特色的料理包 See? See? 就是文化特色 I got it 我根本是解謎王吧 那保證能讓你這一次更深入的了解台菜 祝聖誕快樂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阿達 我們已經是朋友了嗎 很開心欸 很開心欸 他的重點 赤裸以及台菜 可能都在國外比較久 那現在也是更了解台菜的時候 唉唷 你想要我交台灣的朋友是嗎 但是呢我要說一下 整體這個禮物呢 他如果只是送千年的積木的話 我可能會非常的生氣 但是呢 他整串這樣下來 我覺得他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就覺得非常開心 然後他很用心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交換禮物 我所收到的禮物是 大成功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說一下 你這一次交換禮物送誰 我跟你說我這次交換禮物厲害了 我這次送的人阿仙 我連腳本都幫他想好了喔 我覺得是 一路這個聖誕節的陪伴 我送他這個是希望 他可以不孤單有陪伴 還可以跟他做一些 互動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非常期待 這個阿仙的影片好不好 那我們這次聖誕節禮物交換呢 謝謝傑琳謝謝大家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 幫我followFacebook還有IG 大家就到這邊了 掰掰 欸你拼了那麼久 你到底在幹嘛 可以吃喔 你真的以為那麼簡單 我在找出他的核心 你知道嗎 告訴你自己是遊戲王 我是阿 我快拼完了 看不出來嗎 快了快了 我已經把他的臉拼出來了 等一下欸 那邊再跑 你跑快到胃子 我快點了 你跑快點近吧 好嗎 也行 不開心